德国总理梅克尔今天告诉记者说 他所领导的保守联盟与其他两党 筹组下届政府的协商仍然存在严重期间 但是他希望能够在今天完成阻隔 不过阻隔期限正在逐渐接近 如果今天午夜之前无法谈妥阻隔 恐怕导致提前大选 在筹组下届政府方面 梅克尔告诉记者说 我们在某些政策议题各自有非常不同立场 不过梅克尔也表示 他相信可以化解 历经几个星期充满争议的接触和谈判 梅克尔的基督教民主党 基督教社会党联盟 清商的自由民主党 以及左倾的绿党 正在进行阻隔最后一天协商 就是否有足够的共识基础 组成执政联盟 由于三党并没有在全国层级尝试合作过 新政府会有多稳定 各方都在猜测 而因为三个政党的代表色 分属亚买加国旗三种颜色 因此又被称为亚买加联盟 fo几个单 來 Für三党的解釣 是在一集目的 scheme